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种种的原因开始走上了相亲的道路 倒不是说搭伙过日子是往后余生必备的事情 而是因为找个人生活能够让余生过得更精彩些 更滋润些 大家好 我是老林 退休已经两个年头了 现如今我的身体状况很好 精气神也不错 最主要的是我条件好 当了一辈子的老师 其实到了晚年还是过得挺舒服的 毕竟各种福利都是我的生活保障 退休金每个月也能够拿五六千块钱 不算少了 起码对于我来说完全够用了 每个月甚至还能剩下不少 自然是很舒服了 而且兜里的存款也有几十万 可以说吃喝不愁了 可经济方面的保障却没办法让我的生活得到满足 我的老伴六年前去世的 他也是个老师 我们俩相依为命了一辈子 本想着到了晚年可以好好过日子 好好享受生活的 但是他却在跟别人出去旅游的时候逞强 身体不好 非要去登山 结果在登山的过程中 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磕到了脑袋 当场脑出血 送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 那一刻我才感觉到了人的生命的脆弱 想要把所有的钱拿出来 只为治好它 可是无能为力了 从那之后我就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生活了 我有两个孩子 一个是儿子 一个是女儿 他们俩都已经成家立业了 并不在我跟前 老伴刚去世的时候 孩子们倒也一直说着想要让我退休了 搬过去跟他们一块住 但是我却不是很乐意 毕竟不是自己家 不管是城市的陌生 还是住在家里的不自在 其实都让我觉得不太好 这才坚持自己一个人过日子 至于再婚搭伙的念头 是从退休那年开始的 在我准备退休的那年同事给我介绍了一个老伴 其实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只不过我们之间平日里并未有太多的交集 本想着试试看的心态了解了解 结果还没等我开始接触 就听闻人家找了个老伴了 而且都快领证了 我也只能苦笑了 后来我就继续让朋友们介绍 包括自己也会去参加一些社区举办的老年人的相亲会 这两年期间我相亲了五个人 其中两个是朋友介绍的 另外三次都是参加相亲会之后互相留下来的联系方式 也有让我满意的 也有值得接触的 不过却因为一些原因并没有走到最后而已 因为我发现一些条件比较不错的女人在晚年 也想要再婚的目的性其实挺强的 首先第一个 互相陪伴的目的 实话实说 不管是谁都在相亲的时候 都会说想要找个人一块过日子 互相陪伴 互相照顾 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 包括男人也是如此 如果说年轻的时候 独居生活是自由 那么年迈的时候 独居生活便是孤单了 尤其是在退休了之后 无事可做的日子 如果没有人说话 交流的话 其实还是过得挺冷清的 时间久了感觉还容易憋出病来 所以找个人陪伴也就成为了很多人晚年选择找老伴的其中一个目的了 即便是条件再好也是如此 我在相亲的过程中 有一个是57岁的 比我小三岁 看上去十分的年轻 完全不像是这个年龄段的人 而且也会穿衣打扮 一眼就让人十分的喜欢 最主要的是他家里有两间民宿在出租 他算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包租婆了 每个月光是民宿的钱 就是一大笔 更别说他自己的退休金了 条件好的让我都羡慕 可即便是这样 他也想要找老伴一块过日子 但是人家看不上我 因为人家想要找个年轻一点的 而我有些老了 不过现在我们也只是偶尔聊聊天 当做朋友一样 其次第二个 想要收获一份爱情 在我相亲的这几个人中 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独居生活 而且对待爱情还是有些渴望的 因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 都提出了想要白头偕老的生活 而且还要求我能够对他付出 能够真心付出 而我自然也就明白 他们也不愿意凑合的过日子 收获爱情的期望 自然也是很多的 当然 这也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毕竟爱情都希望拥有 我自己也是如此 可是当这种爱情需要用很多种的方式去证明 去付出的时候 其实想一想都会觉得累 有一个相亲对象就跟我说 希望我跟他在一起之后 带他出去旅游 一个月要出去两三趟 而且知道了我会开车之后 还希望自驾游 尽管说我也希望旅游 但是这种高频率的旅游 想必我的身体肯定也是受不了的 更别说自驾游了 会更让人劳累 还有一个相亲对象要求我每天买菜 他做饭 这样的话都可以承担一些事情 也都能够分担一些事情 似乎也是正常的 只不过我不太喜欢做家务 连超市我都很少去 这么多年 我其实很少去做饭吃饭的 都是在食堂吃 或者是在外面的饭馆吃 所以要让我去买菜 我真的可能不习惯 还有一个人说想要让我给他一笔钱 算是一份保证金了 怕我结婚后对他不好 所以才迫切地希望有个东西做保障 这是让我挺不能够理解的 所以说在相亲的时候 大多都会很在乎爱情的 尤其是当物质条件满足了之后 人们自然也就开始考虑爱情 精神层面的满足了 不过却也有人说出了自己想法 不领证 就搭伙过日子 如果感觉到不够付出 不够爱的话 那么会果断地选择分开 第三个目的 为了帮助家里人 实话实说 这个目的真的让我挺无奈的 但是却偏偏又很现实 在相亲的这几位中 几乎每个人得知了 我是老师退休下来的之后 都会问我 能不能帮助他的孙子 或者是外孙子找个好点的学校 或者是问我能不能找点关系帮助帮助 这些话说出来 我就有些不满了 还没有在一起 就开始计划着利用我的身份 或者是我的能力 去为他的家里人谋福利 那我肯定是不太愿意的 最后也就含糊不清地蒙混了过去 所以说晚年再婚的这种事情 有时候并不容易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女人要是晚年吃喝不愁 条件好的话是没有必要找老伴的 一个人会整理房间 会做饭 也能够吃喝不愁 自然也会过得很舒服的 反而找个老伴还容易吵架 闹矛盾 但是有时候并非如此 毕竟独居的生活 其实说到底都是一种孤单 孤单的时间久了之后 心里也会不舒服 找个知冷知热的人 也才是好的方式 不过我不是很反对这集中目的性很强的女人 反而我认为这些事情能够在相亲的时候就讲明白 说好是很有必要的 可以避免很多的矛盾 反而可以更好的沟通交往 我叫林小梅 今年52岁 说实话 我的相貌保养得非常好 看上去根本不像这个年纪的人 至少比实际年龄小上10岁 回想起年轻时的自己 我是大学里有名的校花 追求我的男生 不计其数 我有一头疾腰的秀发 特别大的眼睛 高高的鼻梁 嘴唇红润丰满 许多男生会送花 送礼物给我 问我能不能交往 我看这些追求者 大都属于书呆子类型 不是我喜欢的帅气型男生 直到遇见张启明 我的人生彻底改变 张启明是商学院的优秀学生 他的父亲在省里是有名的大企业家 我们两个自然而然在一起了 张启明经常开着跑车 带我去高级餐厅吃饭 送我名牌手袋和服装 毕业后 张启明愿意向我父母提亲 送了我家50万彩礼 我父母对此非常满意 就这样 我们顺利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的生活似乎一帆风顺 张启明在父亲公司任职 有稳定的高收入 我们住在市中心的高级公寓里 还有保姆和司机照顾我们的生活 不过 好景不长 我们婚后三年 张启明的性格突然变了 他变得抑郁寡言 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但是他的症状越来越严重 渐渐对我和孩子都置之不理 整天闭门不出 当张启明突然离世的那一刻 我整个人陷入了极度的震惊与悲痛 我跪在他的遗体旁痛哭 脑海里全是我们共同生活的点点滴滴 张启明这个我最爱的人 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我 备受打击的我 很快就迎来了另一场精神折磨 公公婆婆突然跑来我家 歇斯底里地指责我是张启明抑郁的根源 肯定是你在外面有了别的男人 才导致我儿子的变化 张启明的母亲面红耳赤 你这个父亲汉 害死我儿子 我们一家人再也不会放过你 我哭着反驳道 妈 您怎么能这样污蔑我呢 启明是我最爱的人 我从来都对他忠贞不渝 装什么装 我们全家人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现在启明走了 你也别想跟我们抢夺财产和孙子 张启明的父亲一把将我推到了墙边 爸 您冷静点 我真的很爱启明 就是不知道他突然为什么 你还敢狡辩 婆婆一巴掌扇过来 直接将我扇倒在地 快滚出去 从今天起 你和我们一家没任何关系了 我痛苦地蜷缩在地上 眼睁睁看着公公婆婆抱走我的孩子 将我赶出了这栋房子 从此 张启明的家人断绝了与我的一切联系 我不断地哭泣 痛苦不堪 为什么我最亲密的人 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我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一定会在余生疯狂地想念启明 但他却永远不会回来了 在张启明去世后 我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与痛苦 日日夜夜 我都在流泪 几乎丧失了生活的勇气 经过深思熟虑 我决定自立门户 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两个人谋生 我将前夫留给我的一小部分财产 用于创业开了一家美容院 开业初期 我白天努力经营 晚上还要熬夜学习各种美容技术 好在我从小就对化妆品和护肤品有研究 很快就掌握了技术要领 通过口碑效应和网络营销 我的美容院业务蒸蒸日上 半年时间里 已经成了本事小有名气的美容院 努力工作 让我暂时忘却了心头的伤痛 我全身心投入到事业中 为自己和女儿的未来打拼 现在的我 已经是一个独当一面的女强人 我经营着一家小有名气的美容院 靠自己的能力养活了自己和女儿 女儿渐渐长大 变得更加懂事听话 每天早晨 我们一起吃早餐 然后我送她去学校 她甜甜地跟我说妈妈再见 经过这些年的奋斗 我逐渐走出了哀伤的阴影 我开始思考人生的下一步 该何去何从 也在认真考虑 是否应该再次步入婚姻 经过这些年的奋斗 我的生活终于步入正轨 也渐渐走出了对老公的哀思 或许是年纪大了 我开始渴望家的温暖 一个人独自生活太久 我也想在余生有一个伴侣相互扶持 经历了上一段失败的婚姻 这次我对配偶的选择非常慎重 第一 我会亲自管理家庭财政大权 不允许另一半有私房钱 第二 另一半必须身体健康 没有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史 这一点是为了避免当年张启明那样 突然离世的情况发生 因为我现在经营美容院 需要一个时刻保持仪容仪表的伴侣 最后另一半必须有良好的文化修养 最好是书香门第出身 就在我灰心丧气时 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王大卫 他说王大卫现年35岁 相貌英俊潇洒 身材比较高大健壮 看上去就很有精神头 听朋友这样介绍 我心中一亮 觉得王大卫很有可能是我梦寐以求的另一半 见面的结果出乎我的意料 王大卫不仅长相超级帅气 举止又很温文尔雅 这无疑就是我内心所向往的理想型男生 尽管如此 我还是没有轻易就接受了王大卫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 我继续和王大卫保持联系 通过各种方式了解考察他 经过深思熟虑 我决定接受王大卫和他步入婚姻殿堂 我相信这次找到的真爱 我们一定能携手共度余生 直到生命的尽头 经过一番波折 我终于等来了令我魂牵梦营的王大卫 我们的婚礼在一片祝福中举行 我穿上洁白的婚纱 脸上洋溢着甜蜜的微笑 婚后的生活 王大卫对我简直无微不至 他会在我累的时候给我做头部按摩 会经常买花 给我惊喜 还会亲自下厨 为我做可口的晚餐 每当我工作忙碌疲惫的时候 王大卫都会鼓励我 让我感受到浓浓的关怀 王大卫也和我的女儿相处得很好 他会耐心地陪女儿做作业 周末还会带他去游乐场玩 我非常感激王大卫给了我一个完整和谐的家 和他在一起 我感受到了久违的安全感 每天清晨 当我在王大卫的怀抱中醒来的时候 都会由衷地感谢上天再次赐予我一个如此出色的伴侣 人生的后半程因为有了王大卫的陪伴 变得无比温馨甜蜜 每天我都销毁在王大卫的温柔之中 感受着来之不易的幸福 我时常会开玩笑地对王大卫说 要是我们年轻二十岁就遇见彼此该多好 王大卫也会笑着说 他会永远陪伴我左右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相信我和王大卫的故事会一直持续下去 我们会携手共度余生 一起迎接生命的每个新阶段 和王大卫结婚已经一年了 我们的生活非常幸福美满 王大卫对我一如当初依然体贴入微 让我感受到被呵护的温暖 每天早上他都会在我醒来之前 煮好红枣山药粥 然后轻声叫醒我起床吃早饭 在我工作的时候 他会主动给我发消息问候 让我知道他一刻也没有忘记我 下班回家的路上 王大卫会在门口等我 接过我手上的东西后再温柔地拥抱我 王大卫最近学会了很多新的菜式 总想着给我做出色美食 吃过晚饭 我们会一起在沙发上看电视剧 周末两天 王大卫会带我和女儿一起出去游玩 我们去游乐场玩过山车 去动物园看可爱的小动物 每次都玩得不亦乐乎 每一次出去散步的时候 王大卫总喜欢拉着我的手 时光在我们指尖流淌 我感受着他手心的温暖 真切地体会到生活的美好 我时常会自言自语地对王大卫说 亲爱的 谢谢你给了我如此美满的生活 一年的婚姻生活在王大卫的呵护下飞速流逝 我感谢上天给了我第二次机会 让我遇见了这一生的挚爱 我相信未来的每一天我们都会像现在一样相爱相伴 转眼之间我和王大卫已经步入老年 虽然岁月飞逝 我们的头发已花白 脸上布满皱纹 但我们的心仍然年轻 在我七十大寿那天 王大卫为我准备了隆重的生日会 还特意学着年轻时的样子为我表演了情歌演唱 虽然音调有些跑 但我还是感动得热泪盈眶 小梅 生日快乐 能和你携手共度一生 是我的荣幸 王大卫温柔地拥抱我 大卫 有你陪伴 我感到无比幸福和满足 我也紧紧回抱着他 如今我们搬到了一个安静的小区 过着悠闲祥和的退休生活 每天早上 王大卫会推着我在小区里散步 感受初春暖阳的照耀 我们会边走边聊 分享着各自的所见所感 享受这难得的独处时光 散步后 王大卫会细心地为我按摩腿脚 多年站立工作使我的腿脚不太灵活 王大卫的按摩总能缓解我的不是 大卫 我真庆幸还有你在身边呵护我 不用谢 能让你舒服 就是我的心愿 之后 我们会一起在阳台上晒太阳 喝着红茶 看书 听音乐 享受退休生活的悠然自得 夜晚 我们会依偎在一起回顾往事 一起翻看老照片 想起年轻时候的点点滴滴 我们感慨岁月流逝 又感谢老天赐予我们完满的人生 王大卫和我一起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现在虽然身体变老 但我们的心依然热烈温暖 亲爱的 余生路上 我仍然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当您沉浸在这些故事中 愿他们激发您的思考 也能传递温暖给他人 不求回报 感恩您一路相伴 期待您的点赞与分享 愿我们一同积累福报 走向更加健康 更幸福的生活之路